王一博是谁?相信不用橘子来介绍,大家一定比我还熟悉他,火到你身边的朋友都在谈这部剧,朋友圈全是肖战王一博,抖音刷到的,也全是陈情男孩们,甚至听说,他还火到了国外。 这部剧究竟是有多好看,王一博饰演的蓝忘金,虽然话不多,但他在剧中给橘子的印象真的很深,尤其是他抚琴出来时的那种气场,有种仙气飘飘的感觉。 而最近在看《这就是街舞》的时候,也被王一博在节目组的表现,给大大惊艳了一番。 在这个节目里,王一博和张艺兴,王嘉尔以及钟翰良四人担任导师,最开始看这个节目,真的替王一博捏了把汗,毕竟和其他三位导师相比。 他的年龄和资历要比他们低,不过,在看到王一博的开场首秀后,这种顾虑就消失了,很然,但是,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却意外垫底,只能说其他三位导师也很优秀。 而作为舞者的王一博,自然是不服的,但他尊重比赛结果。 后来在街道选人时,王一博的表现,得到了舞者们的一致好评,专业。 作为导师,王一博绝对是有备而来,他对各个舞种的了解,点评,都体现出了专业。 同时,他也给予了每位舞者应有的尊重。 王一博的专业和真诚,让他赢得了许多舞者的肯定,而这也为他后来的抢人大战打下基础。 在这环节里,王一博对自己的战队风格,事先已经有了明确的想法,所以我们看到每一轮里,王一博出手抢人都是毫不犹豫,果断出手。 在面对方的选手时,他总是第一个表达自己对对方的欣赏,然后再结合对方的风格,确定他在自己战队的位置,便结合之后的比赛环节和内容进行阐述。 最大限度的满足选手的诉求,后来的水舞台就更加不用说了。 王一博的舞蹈功底是非常扎实的,他的一波王炸战队也是强者云集,再加上态度在那里,只要是有他参与的舞台表演,一定会炸翻全场。 不得不承认,王一博,他真的很优秀,而这还只是我所了解的,关于王一博的冰山一决罢了。 如果现在的你不够优秀,那么请你问自己,你真的努力了吗?